好,我们继续来看的是这个南投信义乡的山区 今天也下起了大雨 包括这个神木村的爱玉紫西再度爆发了泥流 河床变道就是第四次被冲毁 对此呢,乡公所说已经没有钱再修缮变道 而神木国小的校长也非常担心 今天他挨家挨户 到学童的家中探视 希望孩子的家长们要做好撤离准备 泥流夹夹着大量的土石从山上滚拱而下 爱玉紫西旁的变道瞬间被冲毁了 大量的泥流将马路给淹没了 通往南投神木村的道路又中断了 泥流不断的往下冲 村民在一旁目睹 庆幸当时还没有经过 否则也会被冲走 大片泥流阻断道路根本无法通行 每次台风来 回家的路就被冲毁了 村民很无奈 11点它基本上低势高 然后也比较没有力气危险 那801是雨时如果真的再太大 大概801就会开始来 居民来撤撤离 那我刚才跟村长联络上 村长是说公所跟先生母 已经没有钱再来抢修道路了 泥流冲毁了通往神木村的变道 一旁的流龙再度出动 居民得冒着危险进出 路毁了神木国小的校长 很担心学生的安危 爱家爱护到学生家中访试 希望家长能够带着小孩赶紧撤离 当地的神木国小因为台风的关系停课一天 现在又发生大规模泥流 隔天是否还能够再回到学校上课 没有人知道 而这条爱玉子变道 已经是第四次遭冲毁了 相公所表示 不再修复 居民很生气 以后对外交通变得更艰难 安全也饱受威胁 中文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